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小亮哥 恭喜 恭喜老爺 恭喜夫人 這個人怎麼會低調這種程度 好低調喔 都沒有說他跑去結婚就默默的結了 是 沒有啦 就是 其實按部就有班啦 可是因為我想說這個 我們這個算是小事嘛 對不對 所以說也不敢驚動大家 謝謝 更大號都有到 好多少女星睡了呢 那那個年底宴客的時候 對啊 你婚禮要怎麼辦啊 對對對 等一下我跟你講要請意一下各位 在這邊大多數的人 都有過經驗嘛 對不對 對 後面出來的搞不好也都是 沒有 今天只有我 今天就是我跟小亮哥 我們要請教大家 請意大家 對對對 一小亮哥 婚禮當年會戴口罩嗎 可能不需要 而且還會提的帶子拿著雨傘喔 還會不再需要 因為我一直戴 我想說奇怪 口罩的廠商 怎麼還沒有找我來戴 為什麼會這樣吃呢 所以那天應該不會 OK 那婚禮有沒有想過辦海島婚禮啊 還是世紀婚禮呢是不是 真的 是不是說真的 婚禮簡單隆重就好嗎 辦那個世紀婚禮對不對 你以為女方真的會開心嗎 會 會開心 新娘這麼一輩子 女方真的會開心 就是要讓她開心的 她開心我才有好日子過對不對 對 所以一定要她開心 人家說辦一天的好婚禮 你可以過一輩子的好日子 我跟你講 這個你弄不好 她是會講一輩子 對 真的 很多你都聽到了 那個結婚的過程當中 如果呢 有什麼地方不周全的 你看那個 那個你毀了我的一輩子 哇 那個聽起來真的是毛骨手 是不是 但是今天呢 除了我們呢 女人團之外呢 我們還要來介紹 我們的各國型男出場 好的 歡迎我們的第一組 今天第一組是瑞典的馬丁 和澳洲的捷克 第二組型男 則是來自德國的賀少俠 和日本的夢多 第三組是斯洛伐克的柯子培 跟美國的安卓 最後是台灣代表NONO 以及唐志忠 到底結婚 是不是真的有那麼難呢 我們今天呢 這個我是見習的身分 還有家瑋嗎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六月的畫面 他結婚當天的過程 很浪漫耶 那個場地好像是你們第一個用的 對不對 對 我們第一個 那個很棒一個場地 是不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我們六月結婚的話 我 蔡君如 願意嫁給李一慧先生 成為他生命中的另外一半 親愛的寶寶 謝謝上帝讓我遇見你 我真的好喜歡你的謝謝 你的體貼 我也謝謝你在我辛苦工作的時候 給我生活上的所有幫助 我好喜歡在我收工的時候 在家裡跟你小桌一杯 我也很喜歡 穿你洗過的衣服 更喜歡吃你做的菜 這些我都希望婚後不要改變 應該講你的部分 不是他的部分 雖然有時候你很唠叨 也很會緊張 而且跟我出門的時候 還是我妙不其他的女生 是不管是你的優點或是缺點 我都愛 因為你是我這一輩子最愛的人 因為這樣所以我願意為你做改變 我以後會自己收自己吃得完 也盡量做到 不出門也每天都洗澡 而且並承諾你 盡量不拖拖拉拉 是盡量喔 很開心接下來 我們要面對我們人生的 另外一種新生活 未來的一切 相信在耶穌的代理之下 我們會更相愛的 Love you forever, ever 謝謝 這個光好漂亮 是戶外嗎 沒有 其實那個場地有一半是在戶外 一半是室內 然後我們的典禮是在戶外 但事後狂喝的部分是在室內 那我們有請問一下 我們女人團 心中最浪漫的這個婚禮的過程是怎麼樣 有聽說過還是有看過嗎 雖然可能沒有發生在你自己身上 力挺 心中的那個夢幻婚禮 就是海島的婚禮 喔 就是龜山島嗎 對 不是龜山島 啊 你可以 龜山島菜不錯耶 探親了 你說安兒路那一家對不對 對 每天大台長龍啊 是不是 你最好就跟我請在龜山島 你婚禮有點亂 他說是類似巴黎島 關島 夏威宇那一種離島 只要有出台灣就可以是不是 那綠島也不錯 對 你看 基隆和平島也可以 有 還是社子島比較近 你看看啦 哇 今年強 我跟你講 全台北是 最多地方就安全島也可以 你們兩個去睡中島 哈哈哈哈 嚇死啦 對 我講到哪裡 海島 海島 有些像洞哥跟小柔都有去康哥的婚禮 對 對啊 關島 對 因為我蜜月是在關島 哇 所以我特別對那邊有特別的依戀 然後後來看到康哥結婚就覺得 哇 這次是我夢想中的婚禮 這樣 所以蜜月在關島 對對對 怎麼會發這個冤枉結婚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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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不是不能說話就對了 不是 別講必錯 因為要有區隔嘛 因為如果你像瓜哥購大咖 他那個數就倒就好了 好 欸 就倒就好了 不用打頭嘛 所以我們是直接懲罰就對了 對 可是我希望他省著點用 因為我們開錄才10分鐘 省著點用 你就盡量再跟我對話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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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懂還要怎麼樣嗎 沒有 我會贏過什麼好說的好講 所以 所以 有沒有機會再辦一次婚禮 喂 哈哈哈哈 有啊 欸 這個不用噴嗎 婚禮 不用噴啊 婚禮乾淨 欸還是噴禮啊 小一每次都說欸 比如說我們 每逢3年6年9年都辦一次婚禮 想說你們沒這麼浪漫的想法 你是這意思的 對 要少說 是不能再辦一次啊 因為也沒那麼多賢錢 當然就是心目中覺得說 如果我下輩子能再結婚的話 希望是邀請我身邊最好的朋友 然後親人 一起到拍檔過家 所以你結婚的時候還有約你身邊最好的朋友嗎 有 但這在國內啊 喔 對啊 我就是很想要出國 讓大家坐飛機 我覺得不用下輩子 換你的婚禮 對啦 其實要辦也是可以啦 他把張之鋒推下綠島 他就可以再辦一次了 哈哈哈哈 那個立馬給我放下來 沒有 這樣子 你一直弄幹嘛呢 那我們聽聽佳玟的嘛 因為佳玟還沒有辦過 對 心目中 好 我參加過最棒的是在草地上 我去日本參加我朋友的婚禮 然後他就是在一個草地上 然後有點心可以吃 然後有樂團在唱 順便還可以拜拜的 拜祖先 就在旁邊 要祖先都是可以參與的 然後我本來想說這應該是那個 before party 不是 就是要進 進室內吃的 沒有耶 就是我們整個晚上都在草地上 然後我後來啊 在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他們才說 因為我那天 穿了一個高跟鞋去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 每個人都看我 然後我就想說 是台灣人有這麼稀奇嗎 我們看起來有跟他們差那麼多嗎 後來他們才說 你沒有看那個邀請函上面 有一個特別的要求 他希望大家都穿平底鞋 跟最好打赤獎 所以那天我們大家玩到 晚上八九點是大家都已經 蜂了你知道喝蜂 然後大家就躺在草地上 然後看星星聊天 然後拍照 然後樂團在唱歌 然後後來那個女 我朋友的爸爸還上台 搶了那個主唱的麥克風 然後因為爸爸也喝蜂了嘛 爸就開始講說 我很捨不得啊 我說女兒要嫁人 就講了很多掏心掏肺的話 然後我覺得那種 現場的感覺就很溫喔 佳文我已經幫你消耗你在台北 可以在哪邊舉辦會嗎 哪裡 我就知道 可以喔 還有籃球場呢 對 但是現在台北的中央公園 真的 不同國家不同的習俗 對 可能他們 那歐美可能就在自己的農莊啊 酒莊 多好棒 酒莊 對...酒莊 那個酒窖一打開 喝六天也喝不夠